謝謝院長 蘇元長非常辛苦 我要問的問題其實部會首長就可以回答了 我想請三位部會首長來回答 請法務部蔡部長、經濟部以及財政部 兩位部長 委員好 謝謝 太部長謝謝 首先我想請教 因為最近大家對於突然間看到新聞之後 去超商也好或是賣場去搶貨這件事情 大家當然有點憂心 行政員的部分做得很好 剛才院長也多次的強調說 我們的貨物非常的充足 完全沒有強迫的需要 甚至是用一種讓大家放心 幽默的方式說 大家盡量買 我們貨物非常充足 但是我想除了行政院非常苦口婆心 總統也用回廊談話 非常的安定民心的方式之外 那個背後的引誤者是很可惡 因為我們有發現 我們從媒體也有看到 我們看到PTT裡面 那個PPT裡面有看到 這個媒體報導 我們的相關檢調單位也有發現 似乎一次有網軍透過PTT帶風向先囤貨槽 檢調單位在查幕後的人員 那這個囤貨槽裡面甚至發現說 他們的說法裡面 講很具體 是不是有來自於對岸的網軍 然後再操作 那也有透過我們在台灣的帳號 而這帳號也有可能不明 是不是被駭客所侵擾 還是甚至是有網路公司 直接購買帳號所做處理 這都是媒體的報導 那但是這個部分我想除而無盡 而且要及時 要把這樣子背後 刻意的來去影響疫情的防治工作 然後試圖搗亂我們的事況的 這樣的一個背後的引誤者 不管是境內還是境外的 這些人要把它揪出來 予以法辦 那這個部分目前不知道 要辦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以請教您 跟委員報告 法務部調查局這幾天 就已經收集一個相關的情資 那麼也鎖定了一個特定的對象 那馬上就會採取一些調查的行動 那除了在國內散播這樣的不實消息之外 還要追蹤後面有沒有幕後的 包括是不是中國那邊網軍所傳過來 那再由國人在這邊散播 那我想我們都會一律的追查到底 現在立法院已經有通過國安法 反滲透法等等相關的法律 然後我想是給予我們的政府 很大的一些就是法律上的依據 那所以呢我想請教說 目前所鎖定的對象是在境內還是在境外 目前是在境內 是 但是它是不是引用境外的訊息 不實訊息 而作為散播的一個工具 那這我們也會進一步的來查證 好那就真的很希望我們能夠 這個非常迅速的趕快把它揪出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居心叵測的人 然後讓趕快我們的民心趕快安定下來好嗎 是我們絕對會積極的來查證 好謝謝那可以先請會 請兩位部長好 那接下來是我長期的這個 對於這個能源政策的建言 那我想還是這個不厭其反的來去跟您提出建議 在氫能的發展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做第三屆的立委 其實我都一直在做這樣的一個提倡 那氫能的政策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說氫的這個技術越來越成熟 它不管在化工的製程被大量使用 除氫的技術也日益的這個進步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全球的氫能發展的趨勢其實也越來越成熟 我們看到日本 日本它94%依賴進口的化石燃料 那經過福島的危機之後 日本人更期待能夠有核能以外的選擇 雖然他們還沒有放棄核能 可是他們跟台灣一樣也在追求核能以外的選擇 那我們看到說他們的這個政府 從14年17年18年到19年 不斷的在發表它的戰略的目標 它的宣言而且律定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像2019年他們的這個氫氣燃料電池戰略的路線圖 它的政策目標 氫燃料的車輛 它在2030年就希望能夠達到80萬 然後呢這個家清站可以達到900座 氫燃料的巴士可以達到1200輛 那燃料電池堆高機可以達到1萬台 那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那甚至呢我們也有看到說 日本他們在這次的東京奧運 如果能夠如期舉辦的話 他甚至要在東京去展示他們是一個氫能城 這樣子的一個宏高的一個呈現 那看到韓國也是一樣 其實在韓國的部分呢 他們也希望他們的95%也是依賴進口的能源 所以呢他們也律定了 他們的這個2019年氫能經濟發展路線圖 那一樣在氫燃料車加氫站氫燃料巴士等等 也有律定了他的相關的這個車輛 那他的車輛的數字其實也不亞於日本的這樣的一個宏觀 我們的對岸中國其實也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我們看到說呢 他們的這個在用再生能源的部分 利用輕人來做除能 然後呢用輕人來帶動他們的這個交通等等的這個商機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他在這個律定他的目標的同時 他的補貼也從過去從電動車到這個油電混合車 現在只剩下專門去這個補助有關於輕人車的部分 我想這個在中國的這個輕能源 以及燃料電池產業白皮書裡面 也可以看到他很明確的這個政策目標 那在我們的看到我們看到德國的部分 其實德國的部分我想是全世界跟日本現在在進途走得最快的國家之一 所以我們看到說他們的輕人的鐵路都已經這個上路 他們的這個貨運船舶航空長途運輸 其實都已經是往輕人的方向在大步前進當中 所以在台灣的發展輕人的部分 我們真的很積極的見請說 我們台灣在發展的輕能源 跟許多前述的這些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 因為我們的仰賴石油進口的比例甚至高達98% 我們現在也希望能夠非核家園 而且我們是有法律支持 2025就要達到這樣的目標 所以呢我們在再生能源他的這個投入當然我們很感佩了 但是在儲能的部分輕能一定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忙 他也可以讓這個整個在這個風力 或者是其他的再生能源 有各式各樣的變數跟不穩定當中 輕能可以填補他讓他變成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要素 那事實上我們的國家這幾年 這個中小企業自力自強的情況之下 從輕能供應輕能的這個設備 到上中下游的供應商 許多廠商都投入很多的研發 也其實有非常好的成果 我們事實上在馬力比較小的這個摩特車部分 其實也已經開始發展出這個燃料電池 這都是我們台灣之光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要見請這個部長請教您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有沒有可能真正的在再生能源的發展當中 律定了一個輕能源發展的政策跟完善相關法規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整個我目前這樣看起來 在台灣的部分在輕能的發展就欠這個 就是說在個別技術層面政府已經有在做了 也得到廠商得到很大的幫助 我們其實在沙倫利能源區那裡 過去黃教授他們也帶領了一群的業者 他其實也跟經濟部有很多的對話 可是我有發現說在戰略目標的這個部分 似乎比較不明確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像譬如說像這個 日本像韓國像德國 甚至像中國一樣 我們可以律定我們在輕能源的一個 國家戰略目標 我想請教部長您意見 謝謝委員在關心整個輕能的整個政策方面 那談到輕能的政策呢 剛剛委員也提到 日本這一次利用東京奧運也要展現它的輕能科技跟應用方面 那這個部分過往 日方也透過廣道願意提供這些輕能的專利給我們 但是呢 要我們負責提供輕器 那談到輕器呢 大概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產業移輕 就是我們產業生產製程 然後有這些輕的這些出來 那這個部分大概呢 產業譬如說造紙石化鋼鐵 那他們就自己把它用掉了 那另外呢 是電解水來產輕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用電力去電解水 那這目前台灣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的條件 還沒辦法來做這一條 所以在跟日方在談的時候 我也親自跑去跟他們談 那也告了一個段落 他們也了解 他們的善意本來要專利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負責提供輕器給他 那這個部分要等我們再生能源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產清才能來實際達到減碳的目標 那現在呢 就談到委員在關心國內的部分 國內的部分在這個輕能的應用的部分 那過去呢 能源局有支持 我們這個亞太燃料電子房董事長這邊的團隊 在我們墾丁國家公園的輕能的機車的試運行計畫 那試運行計畫完了以後 現在遭遇到的一個瓶頸就是經濟規模的問題 因為這個計劇是ready 那經濟規模要達到一個合理的以後 那不然這一台三四十萬的 我都買不到 所以說這個東西要再來努力 那這台這裡以目前來說 我們輕燃料電池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用在我們基地台的備員電力的部分 那委員在有期待 就是以後我們storage儲能的部分 來考慮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思考 那找個時間我再來跟委員 好好報告一下政府的一些想法 謝謝 謝謝您的努力 那我的期待其實說 我們台灣比其他 我們剛剛講已經有戰略目標的日本 韓國中國 德國更厲害的是 我們有個2025年 非核家園的宏觀目標 這是其他國家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在替代能源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大幅的增長 會在這幾年裡面其實領先各國 那所以我們就真的很希望說 把剛才您提的在技術層面上面 我們的努力 可以改變成一個戰略的目標 這點我會希望說 未來我們在仔細研議的時候 我們可以朝這方向來討論這樣子 我有時間再來請教委員 謝謝 看看要怎麼推動 謝謝部長 再請您招待一下 我們也要回到財政部的角度 但是這跟經濟部有相當的關係 就是汽車工業的部分 我們真的相當擔心會變成澳洲化 那有幾個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澳洲 他們在這個進口車的比例 其實還沒有到達四成 甚至三成多的時候 其實澳洲的政府就已經決定 要放棄 包括產業 他們要放棄他們的這個國產車了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其實這個進口車其實 某種程度就可以滿足 這個消費者的需要 那這個代價很大 就是說因為汽車工業 尤其是國產車的工業 也是很重要的工業龍頭之一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的汽車工業 其實相當的澎勃發展 它雖然主基地在桃園 但它其實很多零組件在南部 在高雄 所以呢其實我們相當的憂心說 現在從這個我們2019年的統計來看 那個交叉點快要到了 其實只差0.4% 幾乎是已經5050了 就是進口車的比例跟這個 我們國產車的比例已經幾乎是一樣 那所以呢現在變成是 整個國產車的這個體系 大家是苦稱代變 希望說能夠不要讓這數十萬的 這樣的一個相關產業的工作人員 失去了這麼多年來 我們在台灣way out的這種工業基礎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我們看到說相關的這個法令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建議 待會聽聽看部長您的看法 車輛的這個太舊歡新政策 是我在第一屆當委員的時候推動 然後在最後一年的時候 當時我記得還是馬總統的時代 來把它開始立法完成 可是馬總統可以立法完成 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蔡英文總統當時在競選 而且當選的可能性蠻高的 所以他到了台北港去看的時候 他在那裡宣誓 如果說他當選總統以後 他就要把它推動 那時候馬總統才 我的印象中 他才被動的趕快讓他通過 而通過之後事實上 在蔡總統當選的第一屆的四年裡面 我們在經濟各種的起飛的動力當中 這個是其中一個推動力之一 他帶動了很大的 整個國產車的支撐力 即便可能我們在外銷的過程當中 不管受到多大的衝擊 國產車就維持在一個動力當中 那現在就是說 他的這個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說 財政部能不能研議考慮 就是說當然各個委員 包括我們可能會提版本 但是可能都不比政院版所提出的版本 代表政府的立場 那現在又遇到了這個疫情 所帶來可能經濟上若干的小衝擊 有沒有可能再去討論說 由行政院這邊 財政部這邊去提出 讓這個車輛太久換性的政策 貨物誤稅12條之五展延的可能性 非常謝謝委員 我想這部分財政部會配合 產業主管機關還有環保署這邊 居於這個節能減碳的這個目的 事實上我們也會 目前也正在審慎研議當中 所以這個政策的話 基本上我們朝正面的方向來思考 是我想財政部很用心 然後跟經濟部這邊 其實在我們上一屆的後期 其實也包括很多有人建議說 這個相關裡面的零組件 如果是進口的部分 可不可以不要跟整車 放在同一個稅率裡面去考慮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上一屆的過程到後來的 討論時間可能比較短跟壓縮 所以這一點我們不在意 雖然我們已經戒期不連續 但沒有關係 因為政府是一體 我們還是延續執政 所以希望能夠一併思考 就是說整體的配套裡面 可以把它列入到 不管是紓困還是經濟振興方案裡面 整體來去做配套思考 不知道可不可以兩位再做最後 我來給委員報告 整個車輛產業經過來說 是六千億啦 整車兩千億 汽車輪車輪車輪車兩千億 汽車電池兩千億 進整車的問題 出力量的問題 一個就過去 我們的核心就是煙營 這個沒辦法自己自主 雖然有缺點煙營 但是我們的整個市場規模不夠大 所以要經營得很難 但是展望未來 現在車輛電動化 我們的摩托這不輸人 讓我們自己的負責 好,谢谢